香港海關破獲歷來最大宗的梵魂可卡因案 海關星期五展示檢獲的650公斤可卡因 這批毒品市值9800萬美元 海關接到美國當局的情報 星期三在從厄瓜多爾運到香港的貨櫃裏 檢獲這批可卡因 案件當中有三個人被捕 其中包括一名貨櫃車司機 香港警方說 不會容許香港成為毒品中轉站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企登 婉快分配